那我们是在冰川的其中一侧 所以这种冰基石叫做侧端堆石 Lateral for ring Lateral for ring Lateral就是侧边的意思 那在对面呢 对面的那边也有另外一堆的砂石 所以它是分两边 然后你们刚才看到停车场 那些的冰基石叫做中端堆石 通常是在冰川的底部 那它测测的时候也会留下一些痕迹 那这些冰基石就提供了很直接的证据 让地质学家可以了解这些冰川的 它的发展的过程 那可以了解它的历史 那现在冰川是在下面 那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些堆成山制一样的砂石 就是叫做冰積石 那是冰川在山上边一路流下来 带了下来这边沉积在那儿的 那因为我们在冰川的其中一边 所以叫做侧端堆石 Lateral for ring 那现在我们准备呢 是全速是下去这个车坡 那才会去到冰川表面的 那前面有一个很低的坡 等一下我们的车子呢 准备是全速是下去 那才会到冰川的表面 那所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好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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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